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英导妈在法国 现在呢,我已经回到法国了 今天呢,是我和律师约了见面的日子 最重要的一个出身证明,好在我回国的时候办了 很多人都说要复印一份,其实并不是的 因为他这个出身证明是需要时效性的,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 所以每一次需要一次的时候,基本上就要重新办一次 这次回国很多朋友都说我的头发没有弄好 确实是的,看起来确实是比较糟糕 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一次回国,每一天的行程都非常的紧 基本上晚上睡觉时间都比较少 一出去的时候就是一整天 所以我的诉求就是,这个头发能持久不要散 即使是散了,比较方便去把它再扎起来 所以是一个马尾变 像我现在的一个这样的发型呢 就是大家说那种玩一次头 但是呢,这个一定是要用的卡子 然后这个卡子呢,基本上大概半天左右它就会掉下来 如果是掉了我自己剪的还好 但是如果像出去玩的时候,掉了其他的地方 那么这个发型就做不了了 那还是回来原来的发型 所以呢,每一次在国内的时候 我都是那个大家觉得很乱的一个发型 其实并不是乱 只是因为我的头发太枯燥了 所以看起来乱,但并不是的 这个时间不见了 但是时间要越来越多了 ex意啊 行 不是牛奶 很多这拳带很转트� ик里面 methods 哦,小狗狗,哈喽 好啊 好,继续等待 这是等待的地方 然后我是按时到的 包含等待的时间 我们只花了30分钟就沟通结束了 好,结束了 然后和我当初 书记讲完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名下其实没有什么财产 根本就没有 然后我就跟律师说了一下 这个在法国离婚啊 他们是没有什么过错方案的 现在只要你离婚 你想离婚申请离婚就行了 至于判决的话 那交由法官来决定啊 律师只是尽力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 然后有一点就是说 当法官在判的时候 有两年的时间内 你是可以考虑的 当然如果我想快的话 也可以马上当时就会有法官说 我希望快点离婚 这个具体的怎么样 还要看法官 那么现在呢 这一次我跟这个律师聊就很快 很快的跟我说明了一些 我能得到的东西 我现在已经都已经放开了 已经想开了 他他能给就给 他不给的话 你也强求不来 没必要啊 我没有那么多的奢望 大概最坏的可能就是 每个月给400欧而已啊 就是养女儿的 400欧 有点少啊 不过也没关系啊 女儿也不是说 最害怕一个人 也是我嘛 我自己将来会努力的 有很多可能说我不工作 其实这个事情 我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啊 这个我是 当然是想要工作的 正如我之前 工作了以后才能买房啊 我将来的想法呢 是希望我能把父母接来 在这边生活 跟我们一起生活 因为毕竟还是要看到孩子长大 当然都是希望能陪在他身边 多陪陪他 都看着他成长 既然都决定了 已经要在法国生活 那么有一份工作 当然是最好了 那个人就会买房子 只是现在小米还小 我还不确定 小米他想要在哪个地方上学 那么如果他将来 要是想去巴黎上学的话 那么我就肯定是希望能搬到巴黎 所以我的想法呢 是趁现在小米还小 把法语学会 有一份工作 比如我喜欢的那个美甲的工作 这是一个相当于 也是一个手艺伙子吧 去哪里都可以 也不会局限在于这个城市 只是买房的时候 你不可能随随便便的 所以我是想的 等将来吧 等小米长大了以后 看他的想法 他想生活在哪里 我们去把房子买在哪里 多位于此 你们现在等到的是 在那儿 我们现在是这个房子 帮助 好 在这儿